世界上最不担心找不到对象的海鲜就是它 石斑鱼 石斑鱼从刚出生到成年绝对不可能早恋 因为它们班里全都是姑娘 成年之后一部分石斑鱼从女生变成男生 他们就这样开始谈恋爱了 可志明有了春娇 李磊有了韩眉眉 剩下王翠花和刘素芬俩姑娘可咋办 别担心 刘素芬淡定地说 没有事 其实我还有一个算分字叫刘宝库 石斑鱼为了平衡种族的性别比例 居然分分钟可以变性 但变成纯爷们的刘宝库 从此就要爷们下去了吗 这个 完全看心情 哎 你打操了爷们了 走啊 再姐们捉素芬去啊 哎 好嘞 哎 这不是刘宝库吗 走啊 打球去啊 哎 好嘞 要我刘素芬了 我发现了一个超好喝的奶茶店 走 一起啊 哎 好嘞 嘿 宝库 哎 素芬 所以鱼生开挂的石斑鱼 就这么无间次数地变性下去 直到可以吃掉 今天晚上 不白志剧间海鲜专场 想吃海鲜美味 直播间见吧 我是不白志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